負責社會企業我辭去成長之後 由我先生來進行 那麼負責社會企業的一個創辦的精神 是要支持年輕人創辦社會企業 那麼當時是由台大社會系 有關社會經濟創新課程的學生 在畢業之後媒合當時的負責社會企業 那麼在創業的時候給予贊助式的投資 那也就是說牠責社會企業的投資不以盈利為目的 因為它是一種社企式的投資 不以盈利為目的 投資之後也不參與營運 那如果對方獲利的話 資金則撤出 那麼把股權交由對方 這是一種社企式的創投 那麼當時被投資的好辦 其實他也沒有獲利 所以牠責社會企業從來沒有從好辦當中獲利 那麼我先生也沒有參與營運 所以完全沒有我所投資的公司向台中市政府拿標案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 十分的惡意 完全不符合事實 那麼不僅對我名譽造成傷害 那麼也污名化年輕人推動社會企業 也污名化中央補助地方的文化建設 我覺得十分十分的遺憾 我覺得委員平時我覺得他是一個優質理性問政的委員 那如今這樣的一種惡意的重傷 那我覺得非常痛心 那我正式請律師準備提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各務 seid 我今天來發表 我第一次幫你 謝謝大家 你 感谢观看